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我們的主題比較特別 我們要來做開箱了 有沒有看到這次美國運通寄過來的包裹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等一下就帶你來看看 好久沒有做這種開箱了 所以是蠻特別的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千丈白金卡的開箱 今天也會跟大家聊聊大白 在2022年的權益還有重點了 就是我要推薦大家我覺得很實用的幾個通路 大家有興趣一定可以去把它辦下來實用喔 好那我們就來進行開箱囉 真的是很久沒有在大家面前開給大家看 它這次用的是國內快捷寄過來 所以也算是蠻快的 我當初禮拜一申請卡片 結果它第二週的週二就來了 所以總共是大概是八天左右吧 八天就收到了 好來你看拆開來 登登 它裡面還有用這個泡泡棉 把它特別包裝起來 那是什麼呢? 開箱給大家看 這是一個非常有質感的殼子 有沒有它寫到 American Platinum 好這裡有寫到 Welcome to Planet World 這個歡迎來到這個白金的世界 好那我現在就把它打開來給你看囉 登登 好再有一張這個美國運動卡 那因為上面有個資 我先就是把它稍微的 用那個紙條把它就是遮一下 不然到時候上馬賽克也是蠻麻煩的 好 好 稍微遮一下之後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正面是長這個樣子 好 所以呢你在這個光線下面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其實是閃閃發光 這是蠻特別的 好 那背面的部分也給大家看一下 好 背面我也稍微遮一下 遮到後來真的是卡號都不見了 好 來看一下這個背面的部分 好 這個 這邊有美國運動的Logo在這裡 有沒有 好 那它背面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卡號 然後還有這個 水波紋也在下面這邊 好 所以呢其實算是 非常的有一致性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是最主要就是大白 大白在金 它的金屬光澤 其實你在那個光線下面看 會有蠻多這種不一樣的這個變化 但是還蠻亮的 哈哈 好 除了這張信用卡之外 它這個盒子裡面其實還是有點玄機 好 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它這邊會有跟你講說 開卡的資訊 掃QR Code或者是登入網頁呢 就可以做Active 好 那它下面還有一個這個 你可以把它拆開來 好 打開來呢 哇 別有洞天 它其實它上面這個 這一條 這算是這個行李吊牌 行李吊牌的這個線是放在正中間 然後它有時候掉下來 好 它其實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這個吊牌呢 你把它拿下來 它其實 它是塑膠 它不是金屬的 不過呢它一樣也是做的就是 蠻像一張就是小的卡片 小的金屬卡 你看它背面一樣 你可以寫上你的這個基本資料 那 它送你的這個鐵條啊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 呃 弄在一起 比如說你這樣穿過去 有沒有 穿過去 然後把它就是弄起來 好 其實它就可以掛在你這個行李掛牌上面 所以要把它當作鑰匙券也可以啊 這其實是蠻有質感的一個東西 但是呢 一般人大概比較不會把它掛在行李箱上面 因為它這樣才是太招搖了 那覺得說 哇 你是那個大白的持卡人 可能就什麼了不起 然後把你東西亂摔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好 除此之外呢 再給大家往下看 就是你這個盒子 你把它掀開來呢 它其實 還是有一些 DM的部分 比如說這個 好 我把它拿起來給大家看 好 好 這個呢 我全部都拿起來了 這是呢 Welcome Offer 就是美國運動他們這個制式的 就是歡迎你成為這個 他的會員 好 那再來的話呢 他自己每一個 他們的服務的項目 權益優惠 好 那正面背面的部分都有說明 好 但我也會在稍後呢 跟大家一個一個做介紹 這是飯店的免費VIP 這個是裡面都有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是貴賓室的部分 這個是 上飛機之前呢 就可以開始有這個所謂的 權益啊 可以使用 然後再來是累積積分 好 刷卡累積的積分呢 也可以兌換一些商品 或者是服務 好 那再來就是 FHR 是延遲4點退房 超過1000間的這個 豪華飯店跟酒店的住宿優惠 好 那最後就是信用卡的約定條款 就是一本 大家應該拿到都不會看的輸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呢 簡單做完開箱之後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張卡的權益啦 因為畢竟 寶可夢身為就是全台灣最多信用卡的男人 當然還是要跟大家簡單做一個整理 就是這卡片到底有什麼優惠呢 我們還是要就是跟大家說明一下啦 好 那一開始我們先講 這個為什麼千丈白金卡叫大白 那大白跟小白是差在哪裡 一般人可能比較不清楚 那我們這邊做了一個表格跟大家分享 千丈白金卡叫做大白 因為它是金屬 然後它的權益比較多 也比較貴 年費是36800 那信用白金卡呢 它比較便宜一點 它的年費只要8500 那它是信用卡 它就是所謂俗稱的小白 所以你在網路上面 或者在外面看到人家拿著兩張不同的卡片 它就會兩個不同的等級 好 那信用白金卡它是塑膠的 千丈白金卡是金屬的 所以呢它比較重 然後感覺上比較有分量一點 那因為千丈白金卡是千丈卡 所以呢 它不能夠分期 然後你這一期賬單刷多少 下一期就要全部繳掉 沒有額度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做大額消費的話呢 你必須要打電話跟這個美國運通客服 事先說明一下 那你就刷得過了 如果平常只刷兩三萬的 不然間要刷50萬可能會刷不過 所以這個呢 就是要特別注意 那小白部分的話呢 它有信用額度 因為它是屬於信用卡 所以它也可以做分期付款這樣子 好 那講完之後呢 就進入我們的正題了 我們的正題當然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張卡片的基本權益 第一個就是年費36,800 真的很貴 當然 我們台灣有很多的金屬卡 之前在Podcast上面有跟大家介紹過 那這張卡片其實應該算是 所有的金屬卡入門等級裡面算是比較低的 所以有機會的話呢 你還是可以試試看 固定年收140以上就可以挑戰看看 那如果你固定年收有200萬以上的話 一定辦得下來 這也是台灣信用卡中少數的金屬卡 全台灣目前大概只有8到9張的金屬卡 其它是國外卡 那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再去研究一下這樣子 你申請這張千賬白金卡 你可以再申請兩張附屬卡 這兩張附屬卡是不會在額外收費的 但你可以再多申請兩張 也就是總共有四張 那這是第三張跟第四張呢 它就會收取制卡費3000元 所以總共就是四張金屬卡 加上主要的主卡的一張就是五張 那如果你不想要多付錢的話呢 就是再辦兩張附屬卡給家人使用就可以了 它的刷卡累積比例非常的爛 就是國內30元一積分 然後海外是30元兩積分 但是海外刷卡消費會被收取 額外的2%所需費 所以它送你的積分其實沒有到那個價值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我不太會把這張卡片拿做我的主力卡來努力刷 因為刷卡累積的積分其實不太划算 所以我就會使用它的權益 但是我不會拿它當我的主力卡 那它還有什麼權益呢 我們往下看 開卡禮跟滿額禮很重要 這是目前有的活動 所以你在申請大白的時候 請你要特別的去官網 或是網路上查查看有沒有適合你自己的通路禮 來電禮 其實都不一樣 這個是蠻不錯的 這個通路禮跟滿額禮的部分 比如說開卡禮的部分 現在就是卡片入手之後 認刷一筆 不現金額 它就送你5萬積分 我上次只是刷了一個FB的消費 結果馬上5萬積分就進來了 真的好快喔 就是刷完了隔天 請款入帳馬上就進積分 那它送你的這個5萬積分 如果你把它兌換成長榮里程 那你如果拿去轉售的部分 大概最優勢每一里可以0.35元 所以你算一算5萬積分 大概是1萬7500的現金價值 所以36800扣掉1萬7500 你大概只要再使用它2萬塊左右的權益 你基本上這張卡片就回本了 那你在多用的都是多賺的 那現在還有一檔活動叫做限時滿額禮 就是持大白刷5000塊 它就送你5000塊刷卡金 所以你就是可以等於是免費在座送你5000 那哪些通路呢 某某購物網PC Home 線上購物 還有加勒服實體店面跟指定遠東搜個百貨 所以這些通路都可以刷大白 那你拿去刷卡累積滿5000 然後它就會回饋5000塊到賬上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好 講完凱凱里跟滿額禮呢 我們來講一下美食優惠 其實美食優惠是我覺得大白權益裡面 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點 比如說軍月 凱非烏 這是吃寶費大家都最喜歡的 然後像金華 Robbins牛白屋 Robbins鐵板燒跟金華軒 甚至還有百利廳 百利廳真的很棒 這個等下後面會介紹到 那像故宮金華的部分也是有在大白的限定通路裡面 那像美孚 美孚也是大家很喜歡吃的一個通路 那像遠東香格里拉裡面的醉月樓 然後還有馬可波羅 都是大家很不錯 你看畫面上這些紅色的 就是我特別標示出來 其實是CP值很高的 那像台中日月前行酒店的牛排館 喜歡吃牛排的中目朋友也可以去使用 那你特別注意 這後面有個米其林推薦的這個信號就是 是蠻不錯的 那你如果有半這張卡片來盡量去多吃 你就會回本了 因為真的蠻貴的 因為他是兩人通行一人免費 那再來的話呢 是比較沒有那麼優惠的 叫做用餐85折 但是85折其實也是這些米其林推薦餐廳裡面 算是難得有折扣的 大部分都是沒啥折扣 比如說文華東方裡面的雅閣中餐廳 我去年生日的時候我就去吃 我就覺得 真的是有那個價值 然後吃的非常的開心 這個很棒的回憶 所以那個時候呢 在結帳的時候 小姐就問說 請問你有美國運通的信用卡嗎 我就說沒有 然後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銀行的頂級卡 就算一算之後 只有打9折 但是如果我那時候有大百的話 其實可以省下更多的錢 那一餐都要這個六七千塊錢 所以9折跟85折 這中間一插 可能就插個上千元 這個是插蠻多的 好 那再來還有像美孚的米香台菜85折 然後像遠東香格里達裡面的香宮 然後維多利亞酒店裡面的這個 N168的Prime牛排館 這個也是非常有名的餐廳 大家都可以就是考慮去使用 這都是CV值很高的一個選擇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下面這一區的話 你有興趣你也可以看一看 那我當然沒有辦法就是全部都去吃過 但是如果有機會 我家人就會盡量去吃這樣 或者帶朋友去吃 吃到回本 那像這個奔鐵板燒也是 好 最後還有一些 哇這個連高雄 高雄的餐廳也是有納入一些 所以大家就可以參考 在你身邊常去吃的餐廳如果有的話呢 這張卡片就可以搬下來使用囉 那再來講住宿禮遇 住宿禮遇我覺得最特別的一點就是 你像金華3300可以住他的精緻套房 然後還含早餐 你不論是平日還是周末去住宿 通通都有 好這個是蠻難得的好 所以要的話呢就是打電話請客服幫你訂 或者是你自己打電話去金華來做預訂 其實都可以好 台中日月間請跟台南精英 也都是蠻不錯的好 像台南精英的話我自己個人是 蠻期待的 因為接下來我有機會我要去台南玩 我應該會先去住台南精英好 這個應該是很棒的好 那像教系老爺華泰瑞院 這是買一碗送一碗 就等於是住兩個晚上好也是很划算 高雄精英大溪威斯汀跟韓碧樓房型升等是亮點 你看下面這個是韓碧樓的官網 那我稍後還會再介紹到 就是去年我是去文華東方過生日 那今年的話呢我選擇去韓碧樓 就是去住他這個Villa 這個Villa的套房他一個晚上要3萬塊錢 但是呢如果你用的是大白去預訂 其實你就可以用這個湖景套房 大概2萬塊的價格去住到3萬塊錢 等於是你住一次就省1萬塊錢 住兩次這張卡片就回本了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很期待的 下個月升日的時候我就算去住個兩個晚上 然後去體驗一下就是所謂的發呆亭 然後個人專屬游泳池 然後還有就是一整天閒閒無事 在那邊發呆的感覺 好那還有什麼呢 像FHR的優惠 像MX Find Hotels and Resorts 這個其實在疫情之前 全世界到處跑的人非常棒 就是對於他們來講的話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服務 你可以就是享有這個比較晚退房 或者是只要去住宿就送你100美金的這個吃飯 或者是SPA券 你都可以任意去使用 那在台灣的部分就比較可惜 因為我們只能夠在國內飯店用 如果你可以到國外飯店去用 它的價值是更高的 好那像希爾頓金卡匯集 板橋希爾頓時代浴所跟中山希爾頓 飯店高卡匯集像萬豪 萬豪金卡他就直接給你了 那希爾頓下個里拉跟利生四大酒店的VIP匯集 常常去住飯店的人 會用得到的人 尤其是商務客 其實你們就知道這個東西其實還不錯 你不用就是每天都去住 但是呢你只要有這張卡片 你一樣享有這個VIP的匯集 也是不錯的 萬豪金卡的話就是餐飲 可以直接幫你打八折 也蠻好的 好 再來講生活類別 我覺得第一點很有趣的是飯店健身房 像我平常有在加入烏菌的 那如果用這張卡片的話呢 每個月至少還可以有四次 有機會去使用這個頂級的飯店 五星飯店的健身房 像君悦的話我就很期待 君悦的話是這四間飯店裡面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好的 好 就是君悦酒店的飯店健身房 就會讓我覺得可以去試試看 戈爾夫球禮遇 然後還有指定串流平台 它之前在廣告上面寫最高68%回饋 然後它是以這個Spotify一個月168 然後它回饋你100刷卡金 所以算起來大概是68%的回饋 這個就蠻特別的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這些串流平台 你就可以用大百來扣款 你就可以想有這個刷卡回饋 那再來 每週五的美福 還有CitySuper跟家樂福 都有這個額外的回饋 那我像網購的話 好像禮拜五在某某買東西 滿2000有額外回饋5%就是100塊 你可以搭配你的這個新庫 這個新卡裡 滿額裡不是刷5000送5000嗎 你就在禮拜五的時候刷這張卡片 然後在某某買東西 或者是買這個儲值金 這個紅利金5000塊錢 一樣可以符合這個資格 那飛行禮遇的部分呢 現在比較不推薦的原因是因為 不能飛出國 所以這個飛行禮遇對於我們來講 就很可惜了 因為畢竟看得到吃不到 就是疫情還很嚴峻 全年有4次的機場限定的這個接送服務 跟不限制的免費機場停車 但現在不能出國 所以沒有用 然後the central launch 主卡副卡都可以有兩位親友同行 免費無限次使用 這個對我來講就蠻不錯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機場貴賓室不見得就是 你身邊有人也有這個大白 或者是也有這個 priority pass 然後這個新貴通卡之類的 那沒有的話怎麼辦 有這張卡片 你就可以帶兩個朋友進去了 好那主卡可以帶副卡 可以帶我像我家裡面現在有三張卡片 那三三得九 所以我們最多可以有九個人進場 那就很不錯了 無限次免費使用機場貴賓室 那像senior launch international american express launch priority pass 然後escape launch 跟air space launch 打美航空跟環亞 其實都可以使用 那國際ISOS醫療支援服務 這個因為不太可能會用到 現在目前不會用到 所以就略過這樣子 好所以講完了之後呢 好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覺得很棒的一些亮點 那大家有機會也可以去試試看 好比如說第一個 這個五千積 這個五萬積分要怎麼去使用 五萬積分其實 因為它可以兌換六大航空公司的里程 所以最划算的做法其實是 換機票出去玩 比如說長榮 五萬積分兌換五萬里 這五萬里你就可以開亞洲區的 外站來回票 好這外站來回票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就是不經過台灣 然後你就是從A點跑到B點去 但是因為長榮的票可以選擇中庭台灣 所以你可以開出像我下面寫的 從日本然後中庭台灣之後再飛到泰國 好那接下來呢 你第二段票可以從泰國 然後比如說飛到韓國去 然後你可以再中庭一次台灣 所以你這樣的話呢 這樣是不是就會有三個行程 比如說日本到台灣 然後泰國來回 跟一個台灣到韓國的 所以你這時候你只要再買聯航的票 比如說台灣到日本 然後這樣就是一段行程了 然後日本到泰國是一個行程 那再來第三個 韓國再買一張回來台灣的 這樣是不是就有三段不同的旅程 這五萬積分 而且都是搭商務艙喔 這樣子的換法就會非常的好用 這CP值很高 但因為現在疫情不能夠降換 所以比較可惜 那我就會推薦你 可以在網路上面去做轉售 你可以去網路上自己查詢一下 但它有風險啦 你自己要找到值得信賴的人 然後再把這個里程轉售 或者是你留在帳上 那目前我查過大概是0.32到0.35裡 那你帳上累積的長榮里程如果夠多的話呢 人家是很願意用0.35或0.36給你買的 那五萬積分大概就是17500的現金價值 所以你大概這五萬積分 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把它消化掉 提供給你參考 那再來就是必吃必住的卡片 必吃必住的一些優惠 提供給你參考 比如說韓碧樓的庭園別墅 你有興趣你上網搜尋一下 它這個庭園別墅一個晚上要有3萬塊錢 那透過這張卡片呢 你可以用比較便宜的方式入住 你就住胡錦套房 就是高樓層的 然後他幫你升等成這個Villa的庭園別墅房 那一個晚上呢 他就只收你大概是2萬塊錢左右 就不會收到3萬塊錢 但是還是要加10%這樣子 那一樣是付一個晚餐 然後有早餐這樣子 你就可以就是帶你的親友一起去 然後就是兩個人 那就兩份晚餐跟兩份早餐 那這樣CP值就更高啦 那我4月會去住 住完之後呢 我一樣會做這個分享 然後大家有興趣再來看看說 到底花2萬塊去做這個升等 值不值得花不划算 到時候就知道了 那第二個呢 是精華酒店的百利廳 這百利廳呢 之前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不過有一次很有趣是 因為如果你是住房客的話呢 你可以下去用早餐 那有的時候是你住幾個人就有幾個早餐 那我的朋友有一次他就是住比較多人 但是沒有那麼多人去吃早餐 他就會說你有沒有要去 我說好啊我可以啊 然後他就把那個房號跟我講 那我去現場之後呢 就把房號就給進去吃了 那一次吃我真的覺得不一樣喔 因為他真的開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可以讓你吃 有這個中式的 也有西式的 有麵包的 然後也有這個香腸啊 然後烤這個那叫什麼 薯條的地方 其實有蠻多東西可以吃的 就算我是吃素好了 其實也有大概三分之一 以上的東西都可以吃 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 那當然葷食者 可以吃的東西就更多 這只是早餐耶 那你可以看這邊的畫面 我去網路上找的 他的早餐至少也要880%加10% 接近是多少 960-970 是蠻貴的 那兩個人的話就多少 就接近2000塊錢了 所以呢 百利廳你使用大白呢 是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那這個午茶 或者是下午茶午餐晚餐 當然就更貴了 那有的像1680到多少 1380都有 所以這個百利廳你用這張大白去吃 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這個是很划算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還很推薦你就是可以去住一碗精華 只要3300 雖然說是標準的精緻客房沒有說很大 但你想想看他有送你兩克早餐 兩個人吃一個人的話就900多 兩個人就接近多少 1800多 1900多 1900多扣掉3300扣掉1900多 你的這個房型只要1000多塊錢 然後你可以去使用他的飯店設施 我就覺得CP值蠻高的 只要3300 其實住一碗 然後使用飯店設施 隔天去吃早餐 然後再退房 其實蠻好的 所以這是我個人很推薦你一定要去嘗試的 那像台南精英也可以 大地酒店的部分 是我最近這半年比較常去的 那下面這些圖 是我就是上個禮拜去拍的 也提供大家參考 其實大地酒店的優惠 所以我個人覺得算是OK 比如說泡湯的部分 你如果沒有買到這個旅展特惠的這個泡湯券 那你去現場泡的話 其實都15001600很貴 所以你可以搭配這張大白 你在旺季的時候打八折 淡季的時候打七折 其實算一算的話呢 大概是1000出頭 大概省下的錢也是三四百塊錢 我就覺得蠻適合我的 如果我沒有去買到這個湯券 划算的湯券的話呢 的確用信用卡入場打七折是蠻好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他也有房型升等 你住雲集客房 他可以幫你升到單縫套房 然後再送你一瓶紅酒 或是SPA的部分就是有九折優惠 這也是我個人蠻推薦你的 這是大家可以參考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吃飯的部分 文華東方酒店雅閣中餐廳 他那個葷食套餐素食套餐 其實他的價格都不便宜 比如說像我這一道 上面寫的是2980 這個價格其實也是蠻貴的 但是呢因為是生日嘛 就是一年難得一次 所以就是很下心來 爛派丁了 就是要去付 我就覺得吃得很開心 然後就是他的菜也非常的特別 都不是我平常外面吃得到 然後這個料理的手法很棒 所以我覺得你有機會的話 或者是要帶青柳去慶生 其實中餐廳他的服務水準很好 然後給你的回憶也是滿滿的 好像不錯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參考 那用這張卡片有85折的折扣 所以呢是不錯 兩個人 一個人套餐如果3000塊 兩個人是6000塊 打個85折 其實你大概可以省下1000多 是蠻划算的 那以上就是我特別介紹幾個 必吃必住個人有經驗過的 提供給你參考 那再來呢 就要來講重點 就是跟團好看 如果你願意跟團上策的話呢 其實除了官方的優惠你都拿得到之外 那寶可夢也有加碼 好來看看 我們基本上就是 跟團申請美國運同千賬白金卡 我就送你2000積分 2000積分可以幹嘛 可以兌換2000塊領券 那我會特別開放就是 大白申請者 你可以再一次兌換 就可以把它一次換掉 你就不需要等4個月 然後一次換500 一次換500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感謝大家 所以如果你要要申請大白的部分 那你到時候呢 取得積分 每月的月底都可以來兌換這個獎品 你可以一次把2000塊兌換成你要的任何東西 好 這樣是最簡單的 那這個活動從323走到10月31號 有興趣的朋友呢 請你就是到我的粉絲專頁私訊我 然後跟我講你要申請的什麼卡片 還有你的基本資料 我會把你轉交給這個大白的服務專員 那他就會主動跟你聯繫 那你再填寫申請書 然後把你的財體證明提供給他就好了 完全不需要經過我 我也不需要你的個資 你只要透過他 然後是參加本團的MGM活動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你可以拿什麼呢 2700或是現金500 或者是 信用版金卡的話 因為這個推薦的獎勵比較少 所以我送的就比較少 好 就是賣機積分900分 或是選擇 300元的現金 或者是A1長榮千賬金卡 好 這就是 570分或者是100元現金 二則一 好 那當你完成任務之後呢 好 你就來我們的系統回報 好 就可以就是領獎了 那這個系統呢 我把連結放在我們的這個下面資訊欄的部分 你有興趣你去點連結 去看我們完整的活動資訊 然後再來填打即可 好 就是這麼簡單 好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格式 一樣也在資訊欄這邊有 好你有興趣你就是直接copy 然後把資訊寫寫之後 到我的粉絲專頁私訊我 好我就會把他的資料給你 也把你的資料給他 那你們就自己去聯繫囉 好 那基本上 這一次的分享呢 就是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因為這張卡片我自己本身呢 思考了很久 我才決定要辦 要辦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我覺得它是一張正受益的卡片 我一定可以把年費吃回來 至少第一年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決定要去辦了 畢竟我的5萬金分 如果賣掉就是1萬7500 那剩下的住兩晚韓畢樓 我就賺2萬塊錢 這就多的了 那剩下的呢 看你是要去住華泰瑞院 或者是你要再去吃精華 去住精華 其實怎麼吃怎麼住 他都划算 就算沒有疫情 就算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不能出國 好其實我覺得他在國內 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張卡片 好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也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按讚留言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囉 拜拜